刚从深海里捕捞起来的乌头鱼两兄弟就被师傅一刀切麻 此时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鱼生环 依旧保持着在水中熬油的快感 随后师傅在快速地将不可食用的鱼头给扯掉 看那满是鱼油的鱼堵就知道 这条乌头鱼有多肥美了 为了不影响食用的风味 这个黑色的鱼胆必须首先处理干净 紧接着再在鱼堵处一刀划开 要把里面的内脏尽数地清理 就连附着在鱼堵上面的一层黑膜 都要一一地刮除干净 都说乌头鱼是一种垃圾鱼类 不仅没有鱼味 还有种很浓厚的土腥味 却不知乌头鱼分为圆头鱼和扁头鱼两种 而视频中的黄油扁头鱼 则是其中最为名贵的 师傅表示 对于这种鱼的吃法 一般只有刺身的原汁原味 也才能满足它对鲜味的极致要求 只见刀工师傅快速地 将鱼肉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厚度 这样吃起来口感充实 鲜味也浓厚 鱼肚部位是最纯香的 绝不能辣下 一般都是这样子直接吃 就这一盘都足以掀到你的舌尖冒汗